記得目前是在白宮的站對面 這個廣場叫做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地方 記不記得這就是川普 為了要來這個教堂拍一張相 用警方強力驅逐當時 非常和平示威的群眾 而在這裡 在選舉投票日 當天會有示威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周邊 已經上面填滿了各式各樣的標語 已經有一些活動在進行了 示威的群眾來這裡有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監督政府 譬如說他根本還沒當選 他就說他勝選了 那在這裡本來是平和的這些示威群眾 可能就會轉為抗爭 在這四周都是政府的大樓跟機構 都上了柵欄 當然警方也是在這邊 都會有高度的警戒 其實除了國民兵之外 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國土安全部 要他們旗下單位要待命 你不擔心會有些人嗎 我一定擔心會有些人 誰會贏的會不會再滑倒 這就是我的想法 我們必須要準備好 誰會成為誰 然後在投票日當天 你可以看到 No parking 就是說在這附近呢 都不可以停車 現在要從這個黑人的秘野生命的廣場出來 在白宮對面這個CVN4 你有沒有看到 全部喔 整個都是用木板給它封起來了喔 這就是他們當天呢 就不要做生意了 因為怕有人打火搶劫 我們事實上已經走出來好幾條街了 可是你看喔 舉目皆是 而且呢 這個還特別用支架把它撐住喔 整個白宮收招 都是這種嚴陣以待的景象 可以說是風雨前的寧靜 記者關包含林茲惠華府的採訪報導